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陈湘如蟹热度不减 网友,看到男主直呼赶紧播 杨子的另一部电视剧《陈湘如蟹》即将于2022年上映 许多粉丝也会很期待吧 他将于2018年出演的电视剧《湘蜜》让他火了一把 杨子出色的演技 他获得了许多忠实粉丝的青睐 2019年和李线合作的电视剧 再一次获得了网友们的肯定 网友,他演的剧一定追 杨子近些年参演许多电视剧加上电影 并获得了很多的赞誉和肯定 一个没有架子的演员,没有骄傲,甚至非常的低调 然而,当他再次出现在迎评上时 观众和粉丝们都会去追 陈湘如蟹相信杨子这次也不会让网友们失望 作为杨子的搭档男一号成义 网友们肯定对这位演员很熟悉 《琉璃》里的《思凤》与《军歌》里的奇艳 近两年诚意的作品一直活跃与迎评 演技和颜值都是很高的 相信这次和杨子的合作也会很精彩 网友,看到是他们合作好期待 赶紧播出吧 本文到这里已经结束了 祝他们都事业越来越好 有什么不同观点欢迎下方讨论 02长歌行导演抛出橄榄枝 再次邀请任佳伦,女主还是老熟人 经常发现一种情况,一部作品筹备时 或者还没有播出的情况之下 拥有相当火的话题,多次近热搜 带来的实际情况,非常现实 比如说导演拥有许多代表作 演员实力相当强悍 多种因素给作品带来了很多热度 说起长歌行导演抛出橄榄枝 再次邀请任佳伦,出演一部古装剧恰似故人归 还有另外一个惊喜 与他合作的女主角,还是老熟人 这部作品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成绩 已经有清晰的答案 众人眼中的任佳伦 是一位实力相当不错的80后演技派 物性非常高,个性洒脱 对于人物性格的理解 拿捏得十分精准 即便非常复杂的角色 也能够被他悟透得十分透彻 在荧幕上展现出来的角色 几乎是活灵活现 完全被他眼活 带来的效果显而易见 无论是收视率 包括播放量 能够获得可喜的成绩 他的能力越来越突出 受到了诸多导演的赏识 手中的资源非常多 有时候一部作品 观众被参与的主要演员吸引过去 他们在剧本中的精彩演绎 总能够给粉丝 或者观众留下满满的回忆 交出一份令人惊喜的答案 任嘉伦成为众人眼中的大盲人 不是在拍戏的路上 就是在筹备新剧本 或者在剧组 他再次曝光了一部新剧本 恰似故人归 有着非常多的信息 也是与导演再次合作 包括与他合作的女主角 都是老熟人 这些信息 显示作品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导演朱瑞斌 创作过诸多实力相当不错的作品 在他手上拿得出几十亿播放量的作品 也有好多部 涉及一些古装剧 展现出来的人物风格 包括场景布置 还有画面质感 总会让人竖起大拇指称赞 他与圈内诸多实力派有过合作 也在不断尝试和突破 每次带来剧本让人耳目一新 涉及任何细节 表现得非常专业 他的参与给作品质量 带来了极大的保障 任佳伦塑造过 类似古装戏份的角色 经验丰富 凭借颜值上的优势 打造出来的形象非常贴身 这些年 他在圈子里获得的关注度 成倍提升 在众人印象中 他是一位脚踏实地 非常敬业的艺人 也是一个精明能干的演员 他注重细节方面 容不得有任何闪失 尽最大的能力给观众带来满意的角色 凭借专业精神 持续不断创新 努力突破 相信他与导演再次合作 依旧能够带来更多惊喜 牵扯到的女主角 是大家的老熟人 被夸赞为女神 与导演和男主角有过合作 可以这样认为 原班团队再次打造出一部古装剧 他就是迪丽热巴 由他诠释出来的人 你们说美不美 惊不惊喜 无论是古装剧 还是现代剧 不经意之间就能够惊艳到大家 任何高难度的角色 能被他拿捏得游刃有余 人物权势的淋漓尽致 被判定为根原著一个模样 这样的演员 带来的作品 怎么可能不受到大家关注 当你得知导演 参与的男女主角时 在心中 瞬间就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绝对称得上 原班团队再次打造 一部令人期待的大制作 男女主角在众多影视题材中 塑造的角色 个性鲜明 让人记忆犹新 很难在脑海中抹去记忆 他们能够在各式各样的题材中游刃有余 对于任嘉伦再次打造出一部古装剧 恰似故人归 在你心中有什么样的期待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